古装剧男女主角的大婚名场面往往是剧情高潮 像是杨阳和赵露丝主演的《且是天下》也有大婚情节 而每次大婚的古装造型都是网友讨论的焦点 古装剧中的嫁衣设计十分百变 以下古装仙侠剧13位女主大婚造型 于书欣 苍蓝绝 绿色婚服华贵 迪丽热巴 与君初相识 红色嫁衣精致 杨幂三生三世枕上书仙气 刘亦菲这套婚服却丑得吓人 1.李兰迪饰演新洛宁成堂夜谭 新洛宁成堂夜谭的婚服好美 夜谭为了极其少典有情的三片神识 得让这些神识都爱上她 夜谭也慢慢发现少典有情的另一面 而其中一个神识没有情世的是财如命的大彩米 因欣赏夜谭赚钱的脑袋 因此娶她为妻 这个没有情真的很抠 之所以要办婚礼是想着要赚份子钱 连婚服都是二手的 不过这套二手婚服真的美翻天了 这套孔雀族婚服设计的超级梦幻 尖头有白色囹羽 搭配淡蓝色衣料 看上去轻盈又仙气 腰间有薄纱制成的流速腰带 耳掛是用白囹羽缠绕着银棺 再点缀蓝宝石耳坠 虽然是二手婚服 但是超级美 后面少典有情和夜谭又一次大婚 穿的也还是这套呢 一套婚服用了三次 真的物尽其用 没有情算盘打得可真好 杨超越饰演粽子粽子 杨超越在粽子的婚服造型 也超级漂亮 虽然杨超越的演技老是被吐槽 但她是真的美 和古装的适配度也高 虫子中后期 粽子为爱黑化 她身穿母亲的婚服 要与王月结婚 就在虫子即将嫁给别人的时候 若因凡独自闯进魔族 带走了仲子 一般古装剧的婚服 大多都是红色 白色或绿色 而仲子的魔族婚服 采用的是黑子配色 头上的金色王冠 有金色赘饰 看上去相当滑贵大气 又带了点魏惑的感觉 这一身超好看 不止仲子 杨超越代播的古装仙侠剧 七十吉祥 先前也是出过婚服路透 这部就是传统的红色婚服了 七十吉祥的装造 也超好看一夜 小编个人蛮期待这一部的 目前是出的路透和剧照造型 都有共美 三 虞书欣饰演苍蓝爵小兰花 苍蓝爵虞书欣有两套大婚造型 一次是在云梦泽的人间大婚 虞书欣身穿绿色婚服 搭配金色头饰 小兰花在云梦泽的造型 多半都比较柔美 明艳 这身传统婚服很好看 另一套是小兰花变回西兰神女 与长恒仙君大婚 为了配合西兰神女的形象 这套婚服用金色 白色做设计 显得端庄华贵 之前网友也笑说 虞书欣三次大婚嫁的 都是同一个人爷 在云梦泽 嫁的是长恒仙君下凡力竭的肖润 西云嫁的是长恒仙君 而在新剧云之雨 虞书欣和张灵鹤 又有大婚的剧情了 东方清仓要气死了 4.迪丽热巴饰演 与君出香时 恰似顾仁龟 纪云和 迪丽热巴在与君出香时 恰似顾仁龟的新娘造型超级美的 其实 这部古装剧的服装设计 没少被嫌弃 不过网友都觉得 这套新娘服很美 A字形的修身剪裁 不同于其他古装新娘礼服 礼服上的鱼尾海洋刺绣 还呼应了橘色设定 因为纪云和嫁的是 娇人世子长矣呀 连长矣的婚服上 也有相应的图腾设计 而剧中这衣服 还是继云和自己缝制的呢 而在《三生三世诊》上书 凤九和帝君出了 阿兰惹之梦后要成亲 凤九的华丽蓝色嫁衣也美番 以往很少看到古装剧婚服 会用这种颜色也 剧中凤九和东华帝君即将大婚 为了配合帝君的紫衣造型 凤九的嫁衣也是紫色的 搭配银色的刺绣和珠饰 超级华丽 不过这场婚礼超级虐 穿着新娘嫁衣的凤九 没有等到帝君 可恶的姬衡出来作妖 她以父亲的恩情为借口 要挟帝君 让帝君不要和凤九成亲 帝君为了彻底断绝 姬衡父亲的恩情 就把姬衡身上的秋水毒 都引到自己身上 因此错过和凤九的婚礼 可是凤九不知道事情真相 伤心欲绝离胎 两人没有完成婚礼 杨幂饰演《三生三世诊上书白浅》 杨幂在《三生三世诊上书》 也披上婚服 杨幂在《诊上书》 最主要的戏份 就是真目大婚戏码 杨幂穿上白色留宿嫁衣 这套婚服真的超漂亮 让剧迷都忍不住 想再回顾《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六 刘亦飞饰演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白浅 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找来刘亦飞搭档洋洋 不输剧版杨幂 赵又婷的阵容 但影版的装造 剧情完全和剧版无法比 刘亦飞是古装神眼美人 就算是穿着粗布素衣 都还是美若天仙 但影版《十里桃花》 造型被吐槽得很惨 其中最奇怪的 就是大婚造型了 杨幂和刘亦飞的礼服 点缀了很多 看上去很廉价的花朵 刘亦飞还顶着了大红花冠 看上去超奇葩 感觉根本不像《天界大婚》 很像廉价花环的配色 明明杨幂和刘亦飞那么好看啊 却完全被这些造型毁了 还有网友吐槽说 这应该是刘亦飞职业生涯中 最丑的造型了 7.杨子饰演 香蜜沉沉浸如霜紧密 杨子在香蜜沉浸如霜 穿的也是白色婚服 其实枕上书 杨幂的婚服 就被说和杨子在香蜜 这套有点像 两位女神都一样美辣 香蜜沉浸如霜的 大婚场面相当虐心 紧密这套婚服纯洁大气 她虽然穿上婚服 却不是嫁给心爱的人 紧密答应嫁给润玉 而润玉却用婚礼谋划骗局 旭凤前来抢亲 紧密一直以为旭凤是杀父仇人 所以就一见杀了旭凤 旭凤心碎地问 你可曾爱过我 紧密回 从未 太虐了 不过 此刻紧密把体内的云丹吐出来了 她记起了自己对旭凤的所有感情 竟然是自己亲手杀了旭凤 这个虐更上一层楼 8.赵丽颖饰演花千古花千古 说到仙侠剧 当然不能不提花千古 花千古的大婚戏 让剧迷看得很不过瘾 因为一切只是幻象 幻境是子勋暗中部的阵 把白子画和花千古困在幻象里 两人就像平凡夫妻一样 非常甜 但如果是真的就好了 而赵丽颖在花千古的婚服造型 还蛮简单的 就是经典的红色婚服 搭配金色头饰 造型没有像蜀山战绩之剑侠传奇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那么精致华贵 可能因为是幻境吧 不过赵丽颖穿还是好看啊 9.赵丽颖饰演玉龙刘盈 王赫蒂在玉龙的装造当初 被网友吵惨了 不过女主角赵丽颖的造型 倒是都没有特别雷的 两人的大婚婚服 赵丽颖的造型也相当好看 玉龙讲述呆萌的小丫鬟刘盈 和龙王一段四生四世的命定情缘 其中好几世两人都没能修成正果 剧情相当虐心 其中一幕漫天樱花洒下 刘盈穿着红色嫁衣 金色的头饰 随着她的动作摆动 看上去真的无敌仙 而另一幕 刘盈和龙王大婚 另一套红色婚服搭配银色头饰 助续单的古装仪态蛮好的 她转头时 头饰轻轻摆动 看上去不会凌乱 反而显得很灵动漂亮 她真的适合古装 时 徐璐饰演岳歌行 柳梢 岳歌行 由张彬彬 徐璐主演 讲述少女柳梢 答应神秘人 以三日之约的快乐 开启一身命运 自此两人展开一场 命定情缘的故事 这部播得很默默 不过张彬彬和徐璐 在剧里的古装造型 都蛮好看的 岳歌行的大婚造型很特别 同样以红色作为主基调 但婚服还加了羽毛做装饰 头饰也和传统仙侠剧的不太一样 甚至多了帘子遮面 还蛮好看的 十一 徐璐瑶人敏颜值被吐槽 红衣古装被说毫无仙气 肖战的徐璐瑶开播后 女主角 人敏的古装扮相被网友群嘲 特别是开头的红衣造型 也引起讨论 古装剧特别容易出现红衣美人 只要演员够美 造型又仙气 红衣造型都很容易出圈 然而人敏在徐璐瑶的红衣却依旧逃不过吐槽 徐璐瑶开头一幕 人敏身穿红衣造型 逃离大婚现场 首先剧里的刘海就被一直被说不适合人敏 而徐璐瑶的红衣看起来 也没有其他古装剧内模仙气 满模精致 其实当初在清平月 人敏也有过红衣造型 整体就比徐璐瑶要适合人敏 更好看一点 李沁饰演寝君 李沁在寝君的红色嫁衣真的美番 寝君大结局 陆沿和于登登开虐 于登登身披一袭红色嫁衣 烈焰如火 原以为可以嫁给心爱的人 没想到竟是分别 大雪漫天 李沁一身红色嫁衣 清冷的气质 配上明艳的红色 将破碎感拉满 这套造型也在网络引起热议 真的太美了 其实不止寝君 李沁过去在很多部古装剧都有嫁衣造型 比如《狼殿下》也是红嫁衣 《楚桥传》则是特别的蓝嫁衣 但都很有韵味 而且刚好剧情都很虐 网友也笑说 李沁每部古装剧的婚姻 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不是被赐婚 就是有婚约 月老特别爱她 13.赵露丝 且是天下 新汉灿烂 赵露丝今年在 且是天下 和新汉灿烂 都有红嫁衣造型 新汉灿烂中 林不宜与成少商大婚前夕 林不宜选择报仇 为了不拖累成家 选择抛弃少商 而成少商一身红色嫁衣 骑着马飞奔到林不宜身边 成阳侯府内 鲜血四溅 连林不宜都浑身沾血 而成少商一身红嫁衣 与整个画面形成强烈的对比 越到极致 相比新汉灿烂的红色嫁衣 赵露丝在 且是天下的嫁衣 就更加雍容华贵 为了凸显青州女帝尊贵的身份 身上满满都是金色刺绣 头冠也走华丽霸气路线 一个雍州世子 一个青州女帝 两人本来就相爱 身份地位也般配 这场大婚就比新汉田多了